大家好,我是Kevin,今集IB收息系列第64集 回到IB如何開戶口 可以在intelactivebrokes.com.hk開戶口 又或者可以按下我下面的description 開戶口 現在開IB戶口就沒有最低資產要求 但依然有10元的月費 有幾個方法可以免除10美元的月費 戶口中的總價值是超過10萬美元 又或者每個月可以產生10美元的佣金 又或者一個月可以借6美元的佣金 費用會變成4美元 總之IB一個月就要收10美元 又或者開戶頭3個月是免費的 另外如果25歲或以下每個月的月費只收3美元 如果平均的資產只低於2000美元 月費就會升到20美元 開戶時要填電郵 然後再選擇用戶名和帳戶 然後再選擇用戶名和帳戶 Login有要求 8至9個字的字母或數字 至少包含3個字母和3個數字 然後再選擇用戶名和帳戶 接著要確認電郵 接著可以打回Login和帳戶 繼續做申請 首先可以選擇個人或聯名戶口 之後可以選擇用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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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選擇用戶口 首先可以選擇用戶口 這裡可以選擇用戶口 個人資料 名字 中文名字 地址 電話 出生日期 如果是香港稅務居民 有報稅可以選擇用戶口 下面會選擇用戶口 下面會選擇用戶口 身份證 工作狀況 然後會選擇用戶口 然後會選擇收入來源 如果以資料的資料 如果未來會選擇用戶口 可以選擇用戶口 或是以後再選擇用戶口 再選擇用戶口 然後有3個security question 然後會選擇用戶口 如果想做槓桿借馬戰 就選擇用戶口 不想借馬戰 就選擇用戶口 然後要填用每樣產品的經驗和知識水平 當然要有那樣產品的經驗才可以買那樣產品 那這個trading experience 和permissions 亦都可以開了戶口後再去改變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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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 就會問了 是否加入這個stock yield 的enhancement program 有興趣增加小量免費收入的話 就可以加入的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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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確認一個稅務國家 那如果 不是香港的話呢 那就可以選擇你自己的國家 那某一些國家呢 會和美國有稅務的減免 就是在中國的 好 填滿這資料的話呢 那最後就可以做4件資料的 入錢 入錢,確認電話號碼,確認簽名,最後上載照片 這裡用Firefox上載有少許問題,這裡可能會用其他Bowser 入錢和確認簽名是可以一起做的 因為網上入錢時可以同時確認簽名 如果將來要處理港幣、人民幣、美金以外的貨幣 或是匯款其他國家,就要到IB辦公室補簽名 網上入錢時,要先去香港銀行戶口 要打回銀行戶口的資料 還有IB會問你第一次入錢,會入多少錢 這裡最少第一次入1萬元港幣 IB會給香港本地的Silibank戶口過數 由於現在本地銀行轉帳通常是用轉帳快 所以本地轉帳基本上不需要額外手續費 接著就需要在自己銀行過錢去IB這個CityBank戶口 大約等了一天便可以開到戶口 另外會有兩個問題,有機會開戶後會問到 其中一個就是Market Data Subscriber 如果不是專業用他的資料,可以選擇Lon Professional Market Data的價錢便宜些 另外如果買賣債券,有可能要回答問卷 主要是要問可承受的風險 以及要理解債券有不同的條款 存在著不同的風險系數 大致上就是這樣 如果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還未訂閱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當然也不要錯過我的Patreon 有更多收息產品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